Hello 大家好 講起雞翼,相信大人小孩都喜歡吃 平時最多吃到的就是 椒鹽雞翼、瑞士雞翼、薯仔燜雞翼 甚至是可樂雞翼 但今天我要示範的是比較冷門的魚露雞翼 只要四種材料就可以簡單完成 事不宜遲,現在就開始吧 材料包括雞翼2磅 鹽2茶匙 魚露1杯 雞粉1茶匙 首先洗一下雞翼 然後用2茶匙鹽來醃30分鐘 醃好之後就用水洗乾淨 煮一煮水 下雞翼 將火收細 浸30分鐘 30分鐘之後 見到有泡就差不多熟了 接著開大火,保證所有雞翼全熟 水滾了之後拿出來 沖一沖 浸下冰水裏5分鐘 這樣做就可以令到雞翼更爽脆 這個時候就可以拿剛剛浸雞翼的水 大概是500-600毫升 倒入大碗裡面 加入魚爐四分之一杯 雞粉四分之一茶匙 如果想顏色更漂亮 還可以加入二分一茶匙的黃薑粉 攤凍之後加入雞翼 放入雪櫃冷藏幾個小時 過夜就最好了 經過一晚這個魚爐雞翼就輕鬆完成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我 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再次見